昨天节目里咱们说了 山东进入到了福济休渔期 那号这一口的观众朋友可能会琢磨了 这休渔期会不会影响到海货的供货和销售呢 那么现在市场上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来 跟着咱们记者一块去探访一下 小董呢 现在是来到了济南海鲜大市场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休渔期 时间呢 是从5月1号到9月1号 共4个月的时间 那今天我在这里啊 也是见到了最后一批深海货 大家看到这里有新鲜的钞鱼 大坝鱼 还有淡鱼 在海鲜市场的各个摊位上 琳琅满目的水产品依次摆开 供前来的顾客细心挑选 虽然品类繁多 但深海鲜货比较稀缺 进入到休渔期了 咱们在订货上会不会存在一些影响 现在肯定有影响 它这个进去休渔期 它这个货吧 就慢慢越来越少了 它不那么充足了货源 所以酱味吧 有的时候就不管掉了 稍稍有点高 待遇之前就像这样待遇要25 6 现在也算27 8 涨了一两块钱 像我们市场呢 以海鲜鲜活的为主 这影响呢是比较大的 深海的鲁鱼 这些待遇 霸鱼 飞休渔期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能吃到一些比较鲜的 只能吃到一些就是解冻的 从冷库里拿出来的 在休渔期的影响下 市场上的深海鲜货 短期内不再常见 但对有些市民来说 这给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知道进入休渔期了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咱也不在海边 咱也不知道 那平时会吃一些鲜鱼吗 比如说深海打欧上来的这种 烧 很烧 就是吃冬里边 一般吃冬里边 所以说这个休渔期 对咱其实没有太大影响是吧 对 这市场即便有独卷 虽然呢进入到了休渔期 但是大家并不用担心吃不到海鲜了 因为商户们都提前做足了准备 储备了很多的冰鲜 种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 在这个非休渔期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些鱼都储存起来 一直往这里就是吊拨 量是没问题的 这进海养殖的 这也是一种应对的措施 第三个就是用淡水的这些水产品 来做些补充 比方说大闸蟹 小龙虾 鲤鱼 鲫鱼 这些东西都是淡水的 我们这市场也不缺 除了海鲜市场 记者也走访了嘉嘉月等各大商超 开海去游的东西 现在可能就少几种 但是整体的话影响不大 很多咱商超这个销售的鱼 就是很多是也是养殖的 但是绝对是新鲜的 然后比如说黄花鱼 鲁鱼 然后鲲鱼 都可以保证顾客来超市选购 都是一些新鲜的商品 除了深海鲜货 市场上的其他水产品 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美味值得等待 四个月开产之后 我们再尝先